邦言 您总结太准了 那个表情真的就是箭子 来 来 说说你们家里边情况 说你们家里边情况 她在家里边 跟你妈经常有冲突吗 经常性的 就特别严重 你为什么事啊 你妈是那种很厉害的 还是那种 就会默默淘眼泪那种 我妈就现在已经 被她牵着鼻子走了 就已经被她欺负的都不行了 来 我们看看照片 她在家里边 打砸枪了以后的照片 有我们看一下 这强盗进入了你知道吗 这是 这不是被遭了贼了吧 不是 沙发 那个睡 沙发睡她挠了吗 不 不 不 沙发睡 她自己时间久了 不是爪子挠的 我还以为 吓我一跳 不是 这个挠沙发挺刺激的 这个是 这是她把我卧室的门 就剁掉了你知道吗 什么剁掉 她自己拿脚啊 脚踹的 脚踹的 中国女族需要你的 好多项目都需要你 但是我跟你说 你妹妹还是挺有爱心的 刚才第一张打砸抢那个照片里边 有两个植物 完全没有受损 是一个树叶都没有掉 那我觉得 她是一个很有功德的孩子 没错 她没有点把火把家烧了 殃及领导 你看 你看她 她扔到地上的都是什么 方便面啊 等等的 不太健康的食品 本来就要换了这些东西 饮料 对不对 来 看你爸 你妈在哪儿 我爸 我妈在那边 来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好 阿姨觉得很委屈 我没有更年齐 你在家里边是不是特别唠叨那种 也算是吧 但是姐姐以前你也是这么唠叨来的吗 还是姐姐你就不唠叨 你就光唠叨她 不是 原来她姐姐也是这样的 那破案了 她就照着她来的 她就没心了 她已经过了个劲了 好 结束了 人是对我也偷偷唠叨 不是 你妈刚才说的 你小的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也是那个样子 砸门 也在家打砸抢 你们家经常得换装修啊 是不是 说实话 我没有那种 她这么严重 姐姐跟妈妈发生最严重的冲突 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不回家睡觉 好 离家出走 有过一次 这是有传承的一个家庭 没错 姐姐 她沿着姐姐走过的道路 走得更深更远 那姐姐是跟谁学的呢 一把坏孩子 爸爸平时回家吗 也不回家睡觉 这个不敢 这个不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不要透露了 两口子也说说吧 爸爸好像是在郑州做生意 多长时间回家一次啊 我妹都不回家嘛 我一个是在郑州的 没有 我爸是最近才去的郑州 就最近也是就是在他不上学之前去的郑州 就是你妹妹把你爸逼得离家出走去郑州做买卖去了 不是 是爸爸先离家出走 然后妹妹变的 对 对对对对对 来来来来 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父亲缘就是爸爸 以前吧 我是在成都做生意嘛 做了六年 就因为他我就不做了 他给我打电话说 爸爸人家都有爸爸接 你看我老是人家都说我没有爸爸 你不用干了 你回来吧 我说好我就回来了 哦好有爱 那为什么要去郑州了呢 现在我没办法 我要养活我 就是啊 得吃饭呢 你说话也是不过大早的 我们大家要吃饭嘛 嗯 我觉得妈妈有话要讲 阿姨您说吧 是这样的 他爸过年以后就是去郑州了 为了生活 他爸刚走 嗯 他就闹着不上学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次他老师 我发我看了老师的短信 要提那个英语那个单词 晚上呢我就说他催他 我说你快把你那个书拿出来 妈妈帮你提一下 他就给我发火 把那个眼镜一蟹给摔了 然后我就出去了 他就睡觉了 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我就喊他上学 他说我不上 我又喊他 我说你上学吧 妈把你饭做好了 你起来吃饭上学 说啥都不去 各种理由拒绝 我真的没有办法 在他不上学这儿 有大概有一个多月吧 我每天连两个小时脚都没睡过 我妈这几天 就天天给我打电话 就每天二半夜你知道 就刚才他家里边那些照片 是晚上十二点钟 我都快睡了 我妈发给我的 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因为我工作 我正在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 我妈一打电话 就说我妹妹的事情 然后一说 我也没心思再去工作了 我觉得阿姨脾气很好啊 等会啊 我觉得阿姨脾气很好啊 你也 Whoops